南投草屯市区街头一阵骚动 原来是新科副总统萧美琴来了 萧美琴走进了这家文物馆 对屋内怀旧的陈设充满好奇 翻开相簿细细端详 馆主梁志忠跟准副总统萧美琴的互动很热络 原来两人的关系不只是朋友 我跟他是表兄妹 他爸爸是我妈妈的亲哥哥 因为他住台南嘛 我住草屯啊 他是得费联络了 梁志忠说表妹萧美琴是四舅的女儿 二十年前萧美琴的妹妹美瑟 曾到草屯学重道 就住在表哥的家中 时任立委的萧美琴 还来草屯表哥家探视妹妹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表妹当选了副总统 阔别再见 短暂寒暄 萧美琴二十七号南投感恩之旅 顺道探亲拜访表哥 准副总统萧美琴 不知足措在彰化和美镇 原来表哥驻草屯 跟中台湾的渊源更加深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